一千阳光挑战赛 哎呀 啊啊啊啊 啊这 大嘴小鬼头 啥叫一千阳光挑战赛呀 啊 你问我啊 我也不知道 一千阳光挑战赛 就是跟你一千点阳光 然后你随下着一千点阳光的植物 您说魔法连同二百五十点阳光五个 然后我随四个 最好是一千点阳光 那要是我选这个习惯同手 三百点阳光一个 我是不是就只能选三个哦 对的 只能比一千点阳光少 不能倒一千点阳光哦 还有通世界巨射和霸王胶是不能用的 先是倒一个普通巨尸 然后是倒两个普通巨尸 每一轮都比上一轮多一个 然后看谁能倒败的普通巨尸数量最多 啥植物都能选吗 都能选的哦 嘿嘿那我都选土刀地雷 五刀地雷二十五阳光一个 一千点阳光的话 我就有四十个土刀地雷了 一定可以干掉很多个普通巨尸 一个次 绝 切本蛋大嘴 选土刀地雷这种一次性的桌有啥哟 肯定要选持续就在能力强的呀 我就选五个小袜 中和一千点阳光 那我选一个双方射手一百七十五点阳光 一个机枪射手二百五十点阳光 再加一个豌豆天 一个蝴蝶兰七十五点阳光 加二百点阳光 再来一个火焰树桩一百五十点阳光 再加两个豌豆射手 也是一千点的阳光 现在就来比比神祥灭的普通巨尸更多吧 真是老大的四十个土刀地雷 哈哈哈哈 土刀地雷够炸翻它们 土刀地雷竟然是小分为性的声音了 这些普通巨尸全全部都会被攻击到 土刀地雷都会被攻击到 二千年之后 真的是第九龄了 一共有九个普通巨尸上场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我想长城不会遥远 看着 这九个普通军事居然又全部被干掉了 现在大队还剩下四个普通雷 十个普通军事 老刀最后一共干掉了五十五个普通军事 老刀好厉害哦 小意思了 你们两个不要再夸我了 接下来是小蛙姐的阵容 五个小蛙 看我干掉 比大队还要多的普通军事 接着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面对危险 我想长城城不会遥远 不许用心 肩定向你 小蛙姐被一个普通军事全都干掉了 小蛙 你的阵容这么菜的吗 居然一个普通军事都没干掉 还真 没想到我居然这么拉筋的吗 最后就是我的阵容了 豌豆家族的射手加上火热树桩 雷达 最后一共干掉了十五个普通军事 嘿嘿 你们两个实在太爱心了呀 加起来都没有我一半的数量 啊哈哈哈哈 我大嘴就是无敌的 四十个小蛙地牢才能干掉五十五个普通军事 有没有小伙伴的阵容能超过老大吧 记得留言告诉小蛙头哦